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皮蓝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本来这个视频应该是早上发的 因为昨晚上做视频 做了一批判 有点不舒服 后来就不做了 等会儿说话说的 我自己都听不懂 我自己在说什么了 那就不好 那么今天主要是谈了两个事情 一个是谢尔曼刚刚抵达了北京 那么随即华府官员表态 美国不寻求建立反华联盟 已经说了这个话 那么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新冠的这个溯源 那么环球网曝光 这个我们的一千万人的联名签署 是这个来自美国的IP 在这边黑这边的网络 所以说邓华国是很害怕这个得宝 很害怕说这个得宝这个事 那么恰恰从这个世界当中 也可以证明了 这个病毒就是来自于德宝套餐 叫德宝套餐 否则的话 你看在国际上 我们提这个事情 他怎么说的都不说 对吧 我们先来看 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访问中国之际 美媒7月24日引述官员指 华府并非寻求建立一个广泛的反中国联盟 彭博士24日报道 美国数名官员表示 尽管中美在高层会议谈举行前 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 美国并不寻求建立广泛的反华联盟 路透说24日引述华府高官称 希尔曼会向中国官员表明 华府欢迎与北京与之竞争 但须有一个公平的环境 以及中美关系有护兰和界线 希尔曼25日-26日访华 将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及主管中美关系的副部长 谢峰会面 那关于他的这个事呢 已经说了够多了 已经对很多事情的预测 包括很多事情分析已经够多了 那么现在主要来讲讲 他为什么要放这个风 所谓的不建立反华联盟 是什么意思 首先一个 这个话我个人认为 它是一个空话 为什么 因为有没有建立反华联盟 我们大家都看得到 看得很清楚 这个无非是美国它这个放风出来 你看我现在有这么多帮手 有拿刀的 有拿枪的 有拿这个的 有拿那个的 你看到没有 我在搞这些事情 这边美日印澳 那边北约欧盟 你看我们在东京的奥运会开幕市场 你看我们都要 这里难堪 地图在全世界面前展现 台湾不在中国的地图范围里面 对不对 中华台北出来 我们说台湾 这种事情 那么 在希尔曼来大陆之前 他这个美国在欧洲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外交动作 在欧洲这里跑 那里跑 一会儿G7 一会儿欧盟 一会儿这个北约 现在呢 又要开始搞美日印澳 那一会儿很多个人 美国官员 这个布林肯 国防部长 奥斯汀 希尔曼 都是重复的访问 日本 韩国 印度 日本 韩国 印度 日本韩国 印度 派官员抵达到这个台湾去 还有的访问这个菲律宾 新加坡 如何如何 在做这些动作 包括跟俄罗斯总统 普京的会谈 现在又要举行一次高峰这个会谈了 那么只有跟中国只有一次阿拉斯加的一次争吵 那实际上美国不寻求建立反华联盟 因为美国本身就没有联盟 因为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反华联盟 只存在一个组织 彼得伯格俱乐部 这就是这个组织 是由犹太门和这个高阶昂萨 组成的这么一个社团 所以说他这句话说的是对的 美国不寻求建立反华联盟 因为我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公司 一个组织 一个社团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 你动了这一圈 你会发现 他们西方世界的神 信仰的是耶稣 耶稣是犹太人 那是他们的神 那犹太人是不是他们的神 当然在他们社会当中 就像婆罗门一样的地位 我信仰的就是犹太的神 所以为什么我对信这些东西的 尤其信这个宗教的 我都嗤之以鼻的 是不是 你去信一个民族渊源 还没有你成的这么一个民族的人 你去奉他为神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扯淡了 所以说借这个事情 我跟大家来讲一讲 那么同样的 我说了很清楚 当年斯坦因 匈牙利裔犹太人斯坦因 他来中国新疆这边 南疆这边偷泥储文化 去敦煌 莫高窟去偷这些经文 最经典的这些东西 他偷走了 他们的目的就是 说他们 这些犹太人也好 西方人也好 他们不是来源于东方这边 因为大家要知道 像最早的一个文明 第一个文字元系文明 叫梅索布达米亚 梅索布达米亚 有研究直接证据表明 它就是来自于中国 这个帕米尔高原 清藏高原上面 这个叫做古枪人 古枪人 从那边过来的 从东方过来的 所以说 他要否定你的历史 否定你的文化 你是来源于我们 他怎么能允许神 有一个民族 比神还要在前面呢 所以这就是他的 做的这个目的 就是这个目的 所以说只有一个组织 从以前至今 从古至今 就一直都是在斗的 一直都是在斗的 所以说你会看到 今天这个世界的本质 那同样的 美国 德宝 美国你一定要记住 它不是一个 一个赚而巴紧的国家 它是一个傀儡 山姆大叔 那他所有的这些官员 过去 当他占据优势的时候 他们可以彬彬有礼 Ladies and gentlemen Toma 这样子 是不是 嗯 这样子 是不是 那是他在文明的时候 当他 这是他在打顺风球 我们的打篮球 就要打顺风球 踢足球又踢顺风球 那现在他踢逆风球了 他就把他的骨子里的东西 全部展现出来了 那种恶毒的那些东西 他不能用拳头 直接拍死你 捶死你 拿掌拍死你 他就会用这种小伎俩 来搞你 来恶心你 但这种小伎俩 往往没有任何的 实质性的进展 而是一种内心的一种 自我安慰 自己给自己找柴节下 所以你会看到 他一系列的 这么多的事情 都做出来了 到最后还是要拍 谢尔曼 他不仅是一个 美国的副国务卿 更是一个犹太的 负责整个犹太的经纪部长 他是这么一个角色来谈 他谈的是犹太的利益 不是所谓的那些 所谓美国什么的 这些利益 不是的 但是你看到这一切 你就能明白他来干嘛 所以我说过 以美国为一个框架 以一个傀儡 那么直接体现出来他们的意志力 那么军事 谍报 外交 经济 由经济先来 打开局面 有的人说滚 有的人说不要接触 这是不对的 是朋友我们都要接触 要走动 是敌人更要接触 你想想看你跟你的公司 你的很多同事 那样说同事不是朋友 你是不是听听 有些时候甚至是敌人 甚至是为了利益 可以闹翻脸的 那这个是不是 你每天都要接触的 你得知道他在弄什么项目 或者你的同行竞争 你得知道他在搞什么项目 对不对 你要去布局 这就是这样 但是你要 反而要跟你的同行一起 坐下来 坐下来吃饭 喝酒聊天 所以说 叫他滚的那些人 和那种人 老兵就说 大家不要去听这种言论 这种歇斯底里的话 没有任何意义 这就不符合商业的 这个逻辑 也不符合一个人 在评论当中 你要成功 你所必须具备的 这种能力 这个人跟你睡仇了 你还是要保持微笑 该干嘛干嘛 面子上大家要 什么 搞得要到位 同样的 你跟你的敌人一起吃饭 一起坐车 你跟他多聊天 你不就能得到很多信息了吗 你们现在对我们的底线 他究竟是什么呀 你们是怎么想的 北京这些外交官 王毅他们都要套他话的 都要套他话 他说不定就可能 把很多重要信息 给透露出来了 因为你天天靠白宫 那么的一个 一个骂人节目 你天天听他们这样讲 那你听不出来什么东西的 面对面 谈 那如果经济上 对我们有利的 那咱们缓解这个也可以 只有从经济上 来打开局面 那么接下来才会 正式认命 美国驻中国大使是谁呀 中国驻美国大使是谁呀 外交局面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 那么是不是你得 别抓我中国的 留学生和专家 说是什么间谍 我中国也不会来 我们也减少对你的这个谍报 到最后才会恢复到薛其亮 这个层面 或者 魏凤和这个层面 大家去谈军事 建立相互的乐线 以免发生误判 这个是关系好 大家比以免发生误判 如果关系不好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 有什么误判 他妈的 我要是感觉到 你要搞我 我就先搞你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 你从习近平的访问 视察的这个 一系列的路线 你可以看得出来的 尤其在南海 为啥 长征18 大连号 等新型装备 陆列 习总要到现场去 什么意思 为什么习总的后面 还停了四搜 094A 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你 就是老兵 这就延伸到了 老兵讲的 中美水下军事对抗 由这个 是非常激烈的 在水面下 非常非常激烈 疯狂的一万 一百八十度 对冲 这种事情非常多 美国的潜艇 压力也很大的 当它的核潜艇 失去效力的时候 那中国当然是不怕你的了 你防不住我 但是我在我这个区域 我能防住你 因为这里 我也有这些 前进这些岛屿 我可以实现来 首先来发现你 这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说 台湾的价值 也在这个地方 直接可以从关岛 从这边监视关岛 跟太平洋这边 美军的这个行动 所以我也希望 无从快 那么说到这一点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谢尔曼的 这个访问 到底他在谈什么 我们拭目以待 那同样的 第二件事情要说的 就是 关于新冠受委员 这个事情 美国 这两天 看到了中国 环球网 搞得这个声势浩大的 一会儿 一千万年签署了 还有更多的人 会去签署 对不对 OK 我也直接看到 由这个乐星的网友 在我下面 发这个链接 大家去签署 对不对 那美国做不住了 因为这事情 要搞到 全中国 对美国的这个敌视 如果这个盘做大的话 那么他会很恐慌 同样的 他从来 我们说 外交部 嘴皮子磨烂 说烂了 说要让新冠 去世卫组织 去调查德宝 但是美国 从来没有 公开回应过 这些事情 他就装聋作哑 就不知道这个事 他就不跟你提这个事 所以我说 你今天你看到 这些西方人的思维 你发现没有 他老是来说你 但是他不许 你去说他 你说他 他装不听见 其实我们也可以 这样子做 你说我 我也不要老是 跟你哭个破心 去解释 你说我新疆 香港 台湾 我跟你扑个破心 去解释 我也不会给你扑个破 咱们就复读剂 其实我觉得 新冠状态挺好的 外交部 像这个复读剂一样的 这里是我们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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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一遍 我内政 你说一遍 我内政 他妈咪 大家就这样玩了 对不对 那反过来 我们要说你的事 你要实际性的 反击你的事 要给你颜色看 这个才是正确的 你跟着他的思路 走是不对的 所以说很多人 我们以前一直被老师教育 说跟西方人 不要问年龄 不要问收入 不要问职业 这是不礼貌的 但是放屁 你今天看我节目的 非常多的海外的华人 你们在海外 你们或者说 在我们大陆的 接触过老外的 是不是他们喜欢 问你这些问题 他可以问你这个问题 他知道你的底 他可以背后 可以嚼你的舌头 对你使坏 对你阴 就是他们这些人的 普遍的特点 因为他们没有我们 这样一个礼仪的体系 我们国在三神六部 还有一个礼部 单单列出来一个文化 礼部 那你看 那国外他妈有这个东西 即使是有 什么时候开始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们都不懂这个 他们就是要知道你的事 但你不知道他们的事 这就是他们的套路 所以我跟你讲 面对西方来 你不要给他微笑 不要给他笑容 冷酷一点 冷静一点 他反而吃不住你 说得定还会尊重你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那样 喜欢的点 谢谢 谢谢 谢谢